骑士持存在山区道路 突然左后方一辆红色轿车 开到对象车道了 一下子又应挤机车回到原车道 汽车贴超近还整路逆向危险驾驶 完全不顾两旁车辆 这里就在台二四线屏东雾台路段 每到假日都有不少骑士跑山 单线双向汽机车非常多 乱象也多 也有车友PO出在四月八号 骑车骑到一半忽然自撞山壁 我前面另外一个弯 有很多人在那边 然后当时那个救护好像也在那边 他们就马上跑过来 帮忙协助做处置 像这样骑下来 那在第一个弯道的时候 因为操作失误不胜撞到山壁 那我们的队员刚好在旁边的住点 也电这边住点 所以可以马上看到 第一个事故的现场时间 所以马上就到达现场去做协助处理 二十岁张姓骑士当时重伤 身出援手的就是在台二十四线 铸点的山道救护队 赶快拿救护包治疗 脉搏血压机护警圈全部用上 即使救护让骑士幸运捡回一命 看到他在PO文的时候我们也很开心 因为其实我们第二天收到说 他进到ICU 我们其实都很紧张 对我们也感觉说会不会很严重 那也有听到说他互名不醒 那直到当天下午有回复回来说 他已经醒过来了 然后转出普通病房 我们就松一口气这样 骑士历经手术七个小时 下半身瘫痪需要长时间复健 在鬼门关走一遭 他特地PO文感谢当地救护队热心民众 只是台二十四线交通乱象不少 警方统计在今年一到四月 雾台山地门路段就发生五十一起车祸 不论是重机或汽车 其实都该严守交通法规 否则真的会发生比悲伤更悲伤的事 TVBS新闻林一邦宋佳娟屏东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